您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 我是主持人 孟盛楠 孝盛界有一对合作默契的 黄金父子搭档 杨绍华和杨逸 杨绍华可爱老头的形象 深入人心 他的金味幽默 更是能引来观众的 会心一笑 儿子杨逸子成副业 也成为了青年 相声演员中的佼佼者 今天当着各位 你把我教过你那个 从你小时候那个 我来一段 我小时候六岁的时候 跟我爸学的第一段相声 开盟的节目叫 大小买门人摇混 那个 忘了没有 没忘了 没忘了摇混 童子宫怎么忘了 咱先摇混哪个吧 你摇混那个 让大家检验一下 卖柿子的 卖柿子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过去老十年间卖柿子 他摇混出来没有柿子 他叫脸 南瓜大的脸 不色的脸 色的还有换的脸 讲究脸起脸 落五个脸 摇混出来跟唱一样 你别解释 你摇混一听 咱来回试试 试试 卖柿子的 没忘这个 还没忘呢 您听得怎么样 他摇混了吗 我得把大家的注意力 集中到这身上 哪那些废话 来 脸南瓜大的脸 不色的脸 色的还有换的脸 卖柿子 那没有 这短 你尝尝你会吗 那没问题 卖菜的怎么摇混 卖菜的太难了 好几十样菜摇混出来得跟唱一样 是吗 一般的演员现在来不了了 那你呢 像我这二般的还行 二般的 买菜的啊 香菜 拉青椒 构葱冷青菜 来扁豆切的黄瓜 加冬瓜 买大海切 买萝卜 胡萝卜 扁萝卜 带了眼睛 香春味酸 来好几个菜 买菜的 别人不行 现在我最担心的一件事 我就是怕您把老的东西都忘了 你别看我岁数大 我没有忘 您要没忘 咱俩现场给大家展示一段 卖故意行不行 跟得上吗 跟得上 跟不上咱换别的 不不 就来这段 卖故意的我给大家解释 在旧社会卖故意的 是因为什么呢 老百姓很穷 穿不起新衣服 马路边专有一个行业 卖故意就是旧衣服 天津北京都有 摇混出来也跟唱一样 一个人摇混不了 这就您给搭架了 咱俩来 没问题吧 我摇混上劲 我得来下劲 跟着我来 来 没问题 我这一笔合 这就算一件旧衣服了 好 这是干什么 先把大家的注意力 喊过来 让他注意这件旧衣服 说不定这件衣服 我摇混出来是什么衣服 好 能跟得上 能跟上 大了马迪瓜儿 多好 来啊 有您的事啊 我摇混出来 我上就是您下劲啊 我忘了 来吧来吧来 还是跟不上 大了马迪瓜儿啊 二里马迪瓜儿啊 怎么样 三里马迪瓜儿啊 四里马迪瓜儿啊 我们爷俩好马迪瓜儿排队啊 这是 我摇混大马迪瓜儿 您不能摇混大马迪瓜儿 那我要什么呢 您得是马迪瓜儿那个意思 不能带着马迪瓜儿的词儿 来吧 跟着我来 来 再来啊 搭了马迪瓜儿啊 没有袖子 行啊 还真行啊 先跟着我来啊 买裤子 两条腿哟 那一条腿的呀 那是口袋呀 行啊 行啊 那三了条的腿啊 没法穿喽 那四了条的腿啊 裤子两条啊 那五了条的腿啊 那是手套啊 行啊 行啊 在相声界 父子同台表演并不多见 但杨毅和杨绍华的演出 却常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也成就了一段 父子黄金荡的佳话 这种效果 包括说我们的话 就不好找 痘痕呢 必须得讽刺一方 完事之后 把这效果提出来 大家一笑 因为咱们中华民族 传统的美德 孝敬父母 人家家里都孝敬父母 我把爸爸弄台上 添添跟他痘痘 这地方能说啊 当然能说了 您说他是我爸爸 我是他儿子 这种事能说吗 能说吧 能说 能说 什么 观众说能说 能说 说完之后你们乐了 回去我们别人家打起来了 那倒不至于 家丑不可外扬 你给我嚷一嚷 这地方能说啊 当然能说了 那你背着我妈 跟六楼上那个胖阿姨 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我跟他怎么个意思 也不怎么个意思 那街坊邻居背后反应挺大的 他们瞎处处什么呀 说您没事 老背着胖阿姨出去溜去 啊 他四百多斤 我背得动咱们我 一个三轮才拉多少东西啊 那您到底背没背过 你要说背 我还真背过 还是背过吗 他不是有病吗 下的大雪 冰天雪地的 又是个病号 你说我不背 谁背老街九龄的 那您可以叫个出租汽车呀 这出租能开到六楼上去吗 那他们大家伙说都看见这事了 看见什么了 看见您背着胖阿姨从六楼上 是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那下来的 多信心可不 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下吗 我损平台往下遮 把我摔死了 那您也得注意点影响啊 我办的都是好事啊 我承认您办的好事 您办的好事还少啊 您让我们大家伙听听 我们楼下有个自行车棚子 对 那天正赶上刮西北风 呜呜刮倒了一片 我父亲特别心热 天挺凉 心挺热 把那自行车一辆一辆 都给扶起来了 这不是好事吗 您得到的什么结果 他们让我赔灵灯盖 1962年出生的杨逸 是家里最小的儿子 从小他就表现出了 超人的艺术天赋 只要听过一遍戏和歌 他马上就能模仿的 唯妙唯笑 年少的杨逸 也希望能够成为 一名相声演员 然而这一想法 最初却遭到了 父亲的坚决反对 倔强的杨逸 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梦想 而是开始了自己 苦练相声之路 我叫杨逸啊 那我也说 我叫杨绍华 我们是亲父子人俩 我是爸爸 我没跟您争啊 我是儿子啊 我也没跟你争过 我争这干什么我 爸爸要说咱家这日子 现在过得可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这不是跟着大伙奔小康吗 您还挺时髦的 这叫以时俱进 您听听我爸这些年 这个脑子他就没闲着 这叫激清元首的岁月 耶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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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我想加快一下 咱家致富的步伐 我认为咱应该投资干点什么 干点什么呀 我认为应该投资开一个网吧 那玩意能赚钱吗 当然赚钱了 现在是什么时代 现在是网络信息时代 网络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 从商界到政府 从机关到学校 从家庭到社会 网络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现在最时髦的什么 是什么呀 上网啊 最流行的什么 是 上网 所以说开网吧 肯定赚钱 是吗 我跟您这么说亲爱的爸爸 不不不 不要叫亲爱的 怎么呢 你媳妇听听他 他嫉妒 他 我父亲现在是四十一天比一天大 我这钱是一天比一天攒得多了 对 我父亲有钱 我们这哥几个家里谁有困难 特别是经济方面的 跟我爸爸一提 从来没博过吧 要是正事 我支持 我父亲 为我们这当儿女的操劳了一辈子 应该的 没想过一天福 不都那样啊 我这当儿女的心里有愧 你别这么说 我有责任和义务 让您的晚年生活越过越好 我这儿子没白疼 我一定得赚好多好多钱 来报答我父亲的养育之恩 您听听 可是怎么才能赚着钱呢 你不是说要开网吧吗 是啊 开网吧 现在需要投资 现在投资没钱 您说没钱怎么办 这你叫什么提 你不是没钱 你说你怎么办吗 是不是 是你爱怎么办怎么办 怎么一提钱就跑呢 多谢 你借钱不还 您当着这么些人说这个 什么意思 急了 谁借钱不还了 我不做买卖赔了吗 是你做买卖我赔了 这不肉烂都在锅里了吗 是肉烂是在锅里 都在你的锅里呢 我这锅里什么也没有啊 没法跟您说 我告诉您啊 这网吧开起来肯定赔不了 我都考察完了 那黄老板都说了 谁啊 黄啊 没干就黄了 什么叫没干就黄 黄老板他要把网吧导给我 可人家说那话 哪句都是为了我好啊 那这黄老板是怎么说的呢 兄弟 你捡个 对对对 兄弟 你捡个便宜吧 多少人顶着我那王八了 我尾妈不给他知道吗 没人要 谁说没人要 他想要我给的糟蹋嘛 没人矫情 非谁能留到外人天里去 三四嘛 三四哥们 这肉烂不得再锅里吗 我知这句话从哪来的 我问问干这玩意有谱吗 没谱我找您干嘛 现在不好干 政府明文规定 未满十八岁的儿童 不许进网吧 知道吗 没关系呢 黄老板都说了 他又说什么呀 兄弟 兄弟 太好了 不是啦 政府这政策 充分体现对咱的管怀 十八岁一下 孩子不让进王八 那十八岁一下 孩子都哪儿逮着去 不都上咱这王八来了吗 你想得太天真了你 人家不查你们呀 谁查 甭管谁查 我这儿的孩子 谁问都十八 那怎么可能呢 你叫给他呀 怎么叫给他呀 宝贝多大了 百分我十二了 你别胡说八道的 你长那么大搞个都 你看都快长出胡子来 你怎么说十二呢 别说十二啊 想玩不想玩 想玩别说十二 想玩说十八不说十八 警察来吧 带走 你多大了 百分那么说我十八了 坐玩吧 你多大了 百分我九岁 说话还不利走呢 九岁大两天出来干嘛 坐坐坐 回家吧 你多大了 百分我也九岁 你九岁大 那还别走 来来坐这儿 俩人不整齿吧吗这是 俩算一日人的呀 你确定不 坐那弯吧 坐那弯吧 我说你确定不确定 我不确定不确定 我不确定不确定 我不确定不都弯了吗 不能那么说 你这样对第二代对吗 那我应该怎么对的 我们凯王八不就赚小孩的钱吗 你硬骨头赚钱 人家长放心吧 一天一天都不回去 讲理不讲理 谁不讲理 你们这什么家长你们这次 有你们家家长吗 我给你们砍一碗 孩子你们还要怎么着 这一百多个孩子 这孩子我一人看着我容易吗 这一百多个 别臭了 你大妈 你们这场面有多大的地点 我们这房子 我们这房子长门地点可是不小 多大 光建筑面积都三十多平民 多少台机器呢 一百多台机器 往哪搁呀 机器不都搁 你怎么机也搁不下呀 你死心严的 电脑不死的 人是活的嘛 人是活的上下两层一连网 想把孩子往里一岁 不做机器了吗 这叫连网啊 这叫缺德 这孩子受得了受不了啊 怎么会受不了 大量的点机器 不暖和嘛 这是 你这么搁的孩子呢 孩子能不困吗 困没管 咱想办法 别让他困哪 什么办法啊 你玩好好 你把眼睁开 嗯 你打嘴像话 一宿不睡能不打嘴吗 你把眼睁开 你别那么弯 你闭着眼瞧电脑 你再把电脑布了地下去 嗯 来来来 你点上一颗 啊 你点上一颗 点上 慢玩 你爸爸 你爸爸他不知道你在这 来来 我给你点上 你给谁点上呢 叫孩子抽烟呢 谁叫孩子抽烟 这不为了解困吗 那抽烟能解困吗 抽烟不解困 咱有别的办法 什么办法 我叫孩子们上网 这不得网上的吗 这网不行 我叫他们上那个 那个早堂的网 嗯 这就是进了这个网 有一种进了早堂的 那种感觉 进了早堂的没有感觉呀 你进是男早堂的 你这是 女早堂的 啊 黄网站呐 就你进了这个 再说了 你吓着孩子 我吓死你就完了 你这这模样 你们这样干不对 要吊销你们的营业执照 一听你就是外行 三十平米王八 过国家还给你扮照 你这次 谁给你扮照啊 你这次 你们这人没有法人哪 妈妈 我们这不要法只要人哪 我全明白了 这黄老板是个别分子 不是好东西不能理 这王八爷们可千万不能接呀 他接过之后犯错误 行行 后悔就完了 这个东西我不是不给你钱了 行啦 行啦 这玩意儿喝 别听你爸爸 他那么大事他懂得吗 他那么大事他知道多少信尚事物 我还不是敲不齐的 他知道什么叫影特奈特 他知道什么叫OICQ 他知道什么叫WC.com 我就知道肉来再过的 你学我也没有用 甭说这复杂的 那简单的他也未必懂 他知道什么叫上传 什么叫下载 什么叫软区 什么叫硬盘 什么叫内村 什么叫C.B.O 什么叫比尔盖茨 什么叫肉烂再过来 你就这句说 告诉你 要想挣钱 不可能不担点奉献 这不是担奉献 这是非常危险 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职业 我认为这是向政府直接挑衅 怎么跟你们所猜明白 你不吃苦哪有天 你不担奉献 怎么能赚造钱呢 你不经历奉猎 怎么能看见彩虹呢 没有一个人能随时变变成功吧 自古英雄躲磨难 自古英雄处少年 大喝的水啊像董刘 天上的信啊惨北斗 你想喝酒就出酒 你改出熟时就出熟 要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吗 你听我黄老板说 没错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把素去吧 我说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您听这黄老板说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你把这黄老板叫了 我跟他说 我跟他聊了 我找他 您跟他可说不了 您要说得明年八月份才能跟他说了 他出门了 判了一年徒刑 进去了 您抓起来那天这黄老板还说呢 都进去他还说什么呀 兄弟 这是这事不是偶然的 这是必然的 压打下去 我眼肚子里 胳膊说我春袖里 脚牙子掉我溜在鞋壳里 我姐又啊 我姐又还站着马 乱得过来了 杨毅和杨绍华父子曾经有过多次冲击春晚的经历 最后都没有能够登上春晚的舞台 2004年父子俩凭借着化妆相声父子贺岁再一次的冲击春晚 然而就在晚会开始的前一天 这个节目被遗憾地拿下了 这对相声界的父子档 也成为了与春晚擦肩次数最多的人 每年的春晚前期准备 对于杨毅和杨绍华这对父子来说 都是痛苦的过程 2004年春晚前 父子二人从倒计时100多天起便入住剧组 不断要求修改剧本 一遍遍对此 然而在腊月29那天 他们接到了通知 一女教研一拉手呢 谢谢这节目就完了 说老实话盼着就是今天呢 两天想不动 我回到家来啊 我婚人就没劲了 门也没带钥匙 能让我当心脚一踹开 这么多年过去了 杨毅觉得没上春晚 对当时性情浮躁的自己 反而是件好事 出名那肯定就浮躁了 因为本身又没有那么高的学识 没有那么高的教养和修养 我上了春节晚会我就成了 我一成了我的世界观就会变了 我可能我现在要拍的这些人 在我的世界观里我瞧不起他们 我演艺大侠 江湖人称 杨子 我 呛动动操 大师晚辈黄飞虫 请求大师收我为徒 为何权益 我要报杀父之仇 报杀死 我这活好你办公宠 你别让气啊 电视剧呢 武打片学艺 他可都报杀父之仇 对对对 咱俩 请求大师收我为徒 我看你一篇之城 我就收为你为徒弟 多谢大师 不知徒弟都会什么 什么 会什么 练过什么 练过什么 练的要说练过还真没练过 要说练过还真没练过 我练过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 我扔的出去的拉的回来的大师 你说我到底是练什么的 你练嘴鼻子的 并非嘴鼻子 请求大师检验我的武功如何 既然如此咱就切磋切磋 多多指教 来 来 虹小玩风光 严远 热心无人光 严远 热心无人光 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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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主 Kentucky 咱这个可不严肃 您这什么呀这都是 賴谁呀 再賴谁呀 賴你 怎么会賴我呢 你不配合我呀 我怎么配合他 你看那电视去 我这一抬腿你躺这了 我这臭椎胳膊你啪去啦 这就怨您了 您来给我给我个继eline啊 下 啊 终于啊 兔儿 看 走 开 大事正在武功盖世 天下奇才 请求大事赐我秘籍 拿去吧 武林秘籍 武林秘籍高深莫测 兔儿看不懂啊 在为师教导于你 两只小蜜蜂飞在蛙虫中 兔儿 来,来,来 飞呀,飞呀,飞呀 爱着猫什么呢这是 你不知道我眼神不好 我这么大事带大魔就看不见了我 那电视剧《坏人街头》 他都带给大魔就 这这这 你往这边救不救啊 谁 我 大哥 兄弟 这这什么辈儿呢 钱呢 货呢 咱一手钱 一手货 来 来 不许动 不要 不要啊 你没想到吧 我是警察 原来你是条子 原来你是饼子 这里 这里边没有腕呢 我手里还俩骰子 找废话 罚王灰灰疏而不漏 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电视剧的结局都这样 今天也不例外 谁 你干什么 嗯 你还敢开枪 哪 九阵 假的子弹在这儿的 变魔术的呀 宝贝 这有真交付 你敢开枪 当然 放開 寶貝 你還嫩點 誰 我也嫩點 相聲逗你玩 是相聲大師馬三立的代表作品 楊少華和楊逸在舞台上 曾對這個節目 進行了重新的演繹 使得這個節目融入了 楊氏父子特有的幽默 咱就演小品了 咱沒問題 咱就演這逗你玩 那是馬三立說的 那是相聲跟小品有什麼關係 有能力嗎 把它改成小品 現場演出 當然了 我是沒問題 我可怕您接不住 我還怕你不行呢 咱倆來一回 可以 這裡的人物太多 仨人物都演得了嗎 六個人物都能演寶貝 這不槍火嗎 這裡有仨人物 媽媽小偷兒子 這個故事是一個媽媽在那晾衣服 讓兒子看著過來小偷把衣服偷走了 這麼故事情節 媽媽小偷兒子 您說您演誰 演得了嗎 誰都行 演誰都行 咱讓觀眾說 媽媽小偷兒子 您說讓我爸來哪個 演哪個都行 有些人說小偷兒子 有人說媽媽 有人說兒子 說兒子的多 反正是 兒子演得了嗎 兒子 兒子 誰誰說的 這是 好 好 今天您就演兒子 我演媽媽客串小偷 可以 咱大家檢驗一下 您往這一站 我們看看小孩在這玩像不像 你看一下 您給鑑定一下 兩個小孩不是嗎 兩個小孩 我就抱一抱 我就抱一抱 抱著我的妹妹 我上了花椒 抱一抱 什麼孩子這套事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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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管誰叫寶貝 怎麼了 你管誰叫寶貝 我是誰 你是我兒子 你演誰 我是你爸爸 全亂 你演那個小孩 我演您媽媽 對了 人物關係怎麼都忘了 那你也不能叫我寶貝 那叫什麼 叫小虎 有名的 我管您叫小虎 您管我叫媽媽 對 我把這衣服晾得這樣 開始了 小虎 好好砍著這一聲 媽媽給你做飯去 行了 別讓小頭給偷走了 抱一抱 我就抱一抱 好 媽媽 小頭來了 小頭 哪個小頭 我還沒頭呢 你這母眼就像小頭 母眼不行 你看不出來我是小頭 嗯 你得跟我配合 我配合 再來 再來 我就抱一抱 小寶貝 你多大了 74 74 這是這孩子 這是他爺爺 什麼那爺爺 傳說您就養個小孩 今天五歲 對 先先先先 再來啊 寶貝 你多大了 五歲 五歲 怎麼一連折子 早收 這孩子正根啊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小虎 小虎 你知道我是誰嗎 你是我根子 又來了 我姓豆 我姓豆 我叫豆女娃 你叫豆女娃 你叫豆女娃 你叫我叫我 你叫我 小虎你叫我 豆女娃 小虎你叫我 豆女娃 對 小虎 你叫我 豆女娃 小虎 爸爸拿兩件衣裳 我也拿兩件衣裳 你拿兩件衣裳 你演的小孩 你不拿衣裳 你得喊人 對 叫我媽媽 小虎 我拿兩件衣裳 媽媽 有人拿這衣裳 誰呀 豆女娃 這 這倒霉孩子 好好看這衣裳 別老豆女娃娃 媽媽給你做飯吃啊 小虎 爸爸再拿兩件衣裳 媽媽 他又拿衣裳 誰呀 傑斯 豆女娃 這倒霉孩子 好好看這衣裳 別老豆女娃 小虎 爸爸把衣裳都拿走了 媽媽 他把衣裳都拿走了 傑斯 誰呀 豆女娃 這倒霉孩子 你老豆我娃娃娃娃 我不讓你看這 小虎 這些個衣裳都拿去了 都讓他拿走了 誰拿走的 鬥女娃 鬥 誰是鬥女娃啊 媽媽你別著急啊 這衣裳一下也丟不了 怎麼呢 那小偷啊 是我兒子 又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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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